最大的擔憂就是股神會沽貨 你覺得這件事也不阻礙你長線看好 以及分駐吸納這個策略嗎? 你看到花旗搬到貨 你發現這個股價沒有怎樣移動 我覺得通常因為一移動的話 根據3690那些一般貨搞事的經驗 其實就是十個加日日已經跟你開刀了 即是你一看到一棟色島換去HKES那裡一看到的話 它已經十天之內解決了 即是從之前700和3690那些角度 但你見到其實這次這麼久都不開刀的話 其實我們就先假設了什麼呢? 就是價格未合股神的皮靜 未合它的味道 有可能是隨著再拖長一點時間 可能無論股市是好了也好 或是一些人忘記了一件事也好 可能慢慢地買上去 事情就是這麼悲哀的 當買到那些人又忘記了 連花旗那件事也完全忘記了 或是裝了忘記了 甚至一提就立即起港 不准再提呀沒事的 沒事的 升到太高的時候 可能就開始看到花旗開始開刀了 所以我覺得 簡單的結論就是 暫時可能可以相對這個價格 可能可以不用太理會這個因素 還是如果再嘗試一些 就可能離港要小心一點 感動 打箱 還是呢 更是 不理想 還真是 不理想 再試一次 再試一次